原本是有一個預祝 不會用 會用很好 不會用就是不會用 你會用就留著 不會用其實我們覺得它就可以 積灰塵什麼的 然後換這個單純就是 不要在那邊這樣亂說那個 哈囉 歡迎大家來到 兔米狼的頻道 我是兔兔 狼 今天終於要來到大家最期待的 開箱新家 來 我們來說一下 我們這次家裡其實是走一個什麼樣的風格 我來形容 我覺得其實是一個 蠻非主流的 市面上所有大家喜歡怎麼樣的風格 我就偏不要 我真的是非常反骨的一個人 那你覺得是怎麼樣一個風格 就是有這種 新復古的感覺 因為它的東西也不全然是舊的 它其實它的DNA其實是 百言公義啊等等的這樣子 我們這次挑選的東西 絕對是讓我們很喜愛 看了就會很開心 因為我們覺得這些裝潢 要跟著我們好幾年 你必須要一看到它 就有滿心的歡喜 五十五課程才能累積你的開心 在這個家裡面的 每一個角落都是非常的幸福 那我們現在就先來 tour一下我們家的 一小部分一小部分開始講囉 GO 首先 是玄關 是一個鏡子 我們可以照鏡子外出 然後 壓一下 裡面是我們的 哇 好多東西喔 裡面還有一個很玄乎的東西 這座的感應我非常滿意 因為它非常的靈敏 而且停留時間夠久 如果你真的不夠久的話你就 對啊 而且我覺得這個空間 哪裡做的儲藏式真的非常剛好 稱讚一下它放進去推車 讚了 再來 我先跟大家介紹牆壁 你們看到這牆壁有沒有 都是有紋路的 這個紋路就是用P圖 抹出來抹出來抹出來 你看我們整個 從玄關延伸出去 都是 看有沒有看到這一面牆 好 這個就是那時候跟大家說的 一個洞穴感的wave 就會讓這個櫃子的感覺是比較滑潤的 其實我們真的很喜歡這種特殊質感 然後這個櫃子 就是我們的鞋櫃 我們鞋櫃超大的 大到我們可以這一座放鞋子 另外一座放我們的小雜物 很漂亮 然後我覺得我老婆有一點非常棒 我們原本是兩邊都要做那個弧心 但是我老婆就是 覺得這樣這邊空間會吃掉有點浪費 我覺得做不對稱非常好看 是不是 而且那種國外的感覺就出來了 這個弧度真的 真的超美的 我覺得這就是跟師傅的美感有關了 我只能說這個做的非常非常的美 我要跟大家說一下這個 最重要是什麼 三型紋 標示出了三型紋 這個都是三型紋 其實這個東西 我們這邊設計師中間有討論過 然後有改過幾次 因為曾經出現了數階 然後還出現了 B型 我要三型 OK 三型是往上的 但是 反正這個三型紋就是完全正確的 剛剛說天地壁 壁的部分我已經介紹差不多了 再講天 天花板其實上一個屋主啊 他自己已經封起來了 所以我們就沿用他封起來 當然我們因為燈的關係 我們有在挖幾個洞 然後呢這樣挖挖補補呢 我覺得師傅非常厲害 就是我現在看不出來挖補過的痕跡 但我必須說那邊我們有來看 所以我們知道說 喔其實蠻 坑坑巴巴的 像月球表面一樣 對 但是師傅都超厲害 他全部都補好了 然後全部補平了 所以我們天花板就是 嗯 漂亮 再來天地壁的地 公共空間我們選的黑色 就是大家要嘛說髒物明顯 要嘛說 髒物看不見 對 兩種都有明顯是相反的 嗯 我自己使用的感受是 蠻耐髒的 整體來說我覺得黑色地板 非常非常有質感 然後搭配我們那四百四百的牆壁 我覺得 嗯 我好喜歡 謝謝你幫我們介紹的天地壁呢 地板我選的 棒狼 現在換我來介紹我們家主要的色系 其實我們家主要的色系就是 黑色 白色 木頭色 而且是深木頭色 竹簾色 我們現在就來看黑色的部分 其實黑色非常明顯就是我們的地板 那時候其實在挑這個地板的時候 覺得 有一點害怕 因為覺得會不會整個家太暗 也因此我們牆面的部分 就沒有選什麼灰色 奶茶色什麼的 就是因為怕太暗 所以我們整個家裡的牆壁就是四百色 但是我覺得最後出來的效果 其實對應出了那個對比 讓我們覺得非常的滿意 而且這種四百色打光上去 反而更能有那個風格在 接下來我們的木色 其實就是大家看到 我們都會選這種深色的木色 然後你看我們的妝 也是這個深色的木色 還有我們的竹簾 有一個淺色的木色 還有我們的主要的大桌子 選的原木色 所以這就是我們主要的主視覺 來 最後最後還有一些 點綴的東西 就例如說 我所有只要選到電器什麼的 廚房用的東西 廁所用的東西 我全部都選不鏽鋼 我這個不鏽鋼偏直 然後還有點綴的東西就是 綠色 大家說不鏽鋼好像很容易髒啦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的 大家對於我們選品都很有意見 覺得不鏽鋼很容易髒啊 大家對於我們選品都超有意見的 都對我們很沒信心耶 對 對我們極度沒信心 就是喜歡不鏽鋼 我覺得很好清潔 又好看的東西 很大方 拉斯紋的感覺 我最愛拉斯紋的不鏽鋼了 反而覺得那種 拋光到一個極致漂亮的 很難維持 因為它太完美了 就是這裡有個對比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實都會有水痕 可是我就是喜歡補鏽鋼 來我跟大家說一下 這是我們的餐櫃 現在已經做好了 然後它跟鞋櫃是貼同一個皮的 所以你看這個三型紋 還真的很漂亮對不對 很愛 然後這邊一樣是其實這個 T2 跟大家說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其實我們這餐櫃也有改過 原本是做成就是2還96公分的高度 可是因為本人我很愛 我們家也沒有什麼男主人 就是可能身高180之類的 目前沒有 我們適合的高度其實就是在這個骨盆的地方 大家如果要做餐櫃的話 就是骨盆處 大家做餐櫃的時候 請務必記得高度要注意 我一般會很難用 這個是我特別要求設計師要幫我做的 這是一個門 它可以把我們的手道管起來 變成一個獨立的空間 這邊啊 我就放了微波爐 然後一些我們的飲料 零食啊 如果說你想要有一個 外面空間隔絕開來的話 這個拉門就可以拉起來 那如果說想要就是 整個就是很通暢的話 就把它打開來 有看到走廊了 是不是很棒啊 接下來要講我的書房 是我的最愛 那時候我們把這面牆給打掉 然後最後做了這個推拉門 其實設計師也幫我們挑了好幾次 因為我們其實有一些高低差 但是他幫我們挑 真的非常謝謝他 那時候是想說 書房客廳還是要有一個小隔絕 因為如果在裡面辦公的時候 你必須就是還是稍微有隔絕 但是要做到通透感 所以我們才選擇了這個拉門 跟竹簾 風格真的讚 很讚 而且如果你不辦公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門全部打開 讓客廳的視覺看起來更寬敞 好 那我們等一下要進來這裡囉 好 書房的靈魂之處就是什麼 辦公的地方 這一組非常重要的 先跟大家說一下這個椅子 我當時找超久的 沙發單椅 只有這個坐起來是最舒服的 因為我就是希望自己是坐到一個 極度舒服的沙發感動 跟大家說一下 這張椅子為什麼很重要 其實就是每個人都要挑選一張 自己合適的椅子去辦公 大家如果對這種椅子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去各式各樣的店裡試坐看看 因為每個椅子舒適度不同 千萬不要因為外觀就挑 那個坐起來舒適度非常重要 沒錯 我其實是重舒適度 正過於外觀的 所以其實我根本沒有在挑選它的顏色 接下來要跟大家說一下它的對應的 升降桌 這次挑的升降桌 它是費米升降桌 其實我們去IKEA的時候有看到升降桌 但這個真的是 質感很好 因為它是石墨的桌 你怎麼說什麼 就很在乎石墨與否 因為我覺得如果價格差不多的話 Why not 就是石墨 然後我選的好像是160公分寬的 我超喜歡 大桌子 大老闆的感覺 就是桌子很大 然後上面東西很少這種感覺 就很爽 小羊其實也會使用這張書桌 所以說我們可以設定高度 如果是小羊來使用這張升降桌的時候 它的高度基本上就要往上一些 那你可能會覺得 這樣一直調調到核心 你不覺得很累嗎 其實如果你已經訂好 72公分就是我要的高度的話 你就把它設定長按這個 它就會設定為就是按鍵1 好 按鍵1 除此之外它其實還有APP 手機APP就可以操作 超方便的 然後這個非常直觀 尬意 走 下一個 然後這個小房間其實就是我們 靈魂深處的一些小點綴之物 我覺得真的很值得去講 你看這邊其實 但是我們在舊家就有的 然後我們把它帶過來 就是我們內心深處 你知道很deep inside 很重要的事情 然後還有我們的榮耀 10萬訂閱 終於把它訂上去了 然後這個燈 非常漂亮 是小狼選的 我是傍狼 對 如果我現在把上面的燈都關掉的話 剩下這個燈是非常漂亮的 接下來喔 看這支包 因為它長得很像貝貝 所以我們把它買下了 數一數二貴的東西 我們沒有買什麼貴的東西 全球限量 400支 然後我們的編號寫在下面 300多號 我忘記了 我願意買下的它 因為我知道 小胖跟我老婆感情非常好 我是擔心小胖 哪一天真的走了之後 我老婆會太傷心 所以這支包我才買下來 就是希望 我老婆之後看到這支包的時候 可以一直想到 小胖都一直陪著他 他真的讓我很容易想到小胖 很常就是經過這間 我就是 嫖到一下 我真的都想說 小胖為什麼在這裡 還有什麼 你看忘記它 這老門嗎 喔對啊 你辛苦弄來老門 趕快門打開看看 我看一下 哈囉 它是雙開門 是不是很讚 就是你可以讓這個門非常開 它其實是朋友店裡不要的東西 然後就是便宜賣給我們 我們設計師還非常辛苦的 幫我們處理它上面 原本的漆烤漆弄很久 我那時候跟小胖說 我非得要這個門 小胖為什麼我要 自己想要自己不知道 小胖說 因為你就是想要有一個 比你老的東西 在這個家裡 你理解我 然後以及我的這種想法 都很浪漫你知道嗎 我懂你的一些 莫名的想要跟堅持的那一種 接下來是我們走廊的部分 其實很多人說 建案就是很不喜歡遇到走廊 因為很浪費空間 可是走廊很浪漫耶 接下來就是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整個家的開關 我們全部的開關都是這種 復古的 機械師按鈕 搭配不鏽鋼的面板 大家都覺得說 啊這個開關很凸啊 戳到怎麼辦會痛 啊就被靠牆上咩 不是有誰走路會這樣走啊 我真的不懂耶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一面牆 它用了另一種工法 這是尤其師傅另外做的樣板給我們 我們其實原本也想要 繼續再用那種P圖的方式 繼續做 可是後來就覺得 他做的這一面 Sample是很漂亮的 我們問師傅說 這種我們要怎麼稱呼啊 他說 因為我也是第一次做的 從來沒有人要求他做這種動作 我就是我們 他很認真的去請教 更老的有經驗的師傅 然後針對練習 然後就坐在我們的房子上 然後我覺得他做的非常非常漂亮 其實很辛苦耶 謝謝師傅 然後我還硬要加了一個碧燈 對這個碧燈就是上映了我們 接下來一切的活動 如果未來小孩有他的懲罰 或是什麼 我們就會把海報還成他的 即將上映 對很像以前電影的時候 都會把海報貼在那個燈下面 對啊 走進去主臥室吧 好 趕快看趕快看入門的感覺 哇 是不是 入門感覺是不是很讚 對啊 我們這次地板有特別區分 公共空間跟 每個房間的私領域 所以我們所有房間地板都是白色 所以我們家真的是走個很極致的黑白配 真的可以嘗試 因為大部分人都喜歡做那種淺木色 但我覺得正白色其實也是一個很不錯的選擇 再來就是介紹一下 整體的風格 我先從床頭開始介紹 我們其實兩邊的床頭 床頭 走了一個不是很一樣 但是卻很融合的風格 像這個吊燈 這個飛碟燈是 我們兩個人都覺得 啊 主播新娘有一個吊燈就掛在這裡 因為我們的窗戶其實是L型的 如果打開的話 會整個角落就是一個很漂亮浪漫的房間的角落 所以我們就一致覺得要有一個吊燈 秉持著整個家的風格 我們選了一個就是復古的飛碟燈 這個窗簾一樣色系也是選了咖啡色 然後再搭配這個牆 多漂亮啊 然後我要去介紹一下我老婆不一樣的床頭了 好 我老婆真的很愛補鏽鋼 看她連燈都跳到補鏽鋼的嗎 補鏽鋼就散啦 很復古的探照燈 再來就是我們的床啦 我們這一張德瑞克名床 陪我們征戰了非常多的地方 從我們前面兩個租屋處到我們現在買的 自己的房子 它就一路跟我們到現在 這個床呢 它其實經歷過非常多的生活的一些考驗 不小心有血流出來過 以及貝貝曾經不爽 然後跳上來尿尿 我們兩個人大半年 那一次 跳起來 然後用漂白水 很努力的去去除那個貓尿 貓尿會真的很崩潰 我那次真的很傻眼 因為它真的是尿在我兩腳之間 我就突然就覺得熱熱的 然後我直接跳起來說 什麼你跳起來就啪 你的貓尿了 崩潰 直接當場尿耶 通常都是偷尿 哪有人去當場尿啊 對它就直接打我這樣 把我打醒 為什麼這麼喜歡德瑞克這張床 是因為它除了獨立桶 我們兩個人不互相干擾 大家知道我其實睡下去是直接睡死 但我老婆不是 我只要翻個身 動了太多次什麼的 他就會罵我 他說我會害他把他弄醒 但這種獨立桶的床 才可以避免兩個人互相干擾 吵醒對方 而且它除了獨立桶之外 最上面那一層 有一個大概五公分的乳膠墊 你又想躺了呀 對啊 拍片就很想躺下來 這是一個忍不住 你這樣很赤裸耶 拍我的床照 起來了吧舒服嗎 重點是 很舒服啊很舒服啊 床我也跟大家說一定要試躺 那他們其實有提供 你可以拆外面袋子 然後帶回家10天 好 我要去介紹另外一間了 欸這裡有一些小東西 哇玲玲籠籠的 而且還有我們的婚紗皂這地上 喔對 因為我不是想說就是走一個很隨性的風格 我覺得這樣放的其實蠻不錯 然後打一個燈就讓大家不會忽略它 廁所啦 門漂亮喔 這門很重 幼木門 清水膜的廁所 清水膜大家看到了 另外一間比較有小巧思 這間我們天花板維持原本的 我們就只做側面地面 然後我們清水膜是沒有敲轉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廁所一定會做防水 所以我們就是做不破壞磁磚 直接上清水膜的方式 改了這個顏色色調啊 然後再加燈整個就很有氛圍 我個人是很喜歡的 浴室裡面除了就是天地幣最重要之外 再來就是選這些劍啊什麼的東西很重要 這一次我們有換掉的浴室的東西就是 浴軌 啤手彈麵盆 這是凱撒的 然後那時候我們設計師給我們說 我們一眼就跳上這個 然後剛剛好有一個花花公主說 要送我們當成 喬遷之禮 所以非常謝謝你 真的 謝謝 我很幸福 我們用得很開心 對 我一定要說我一眼就看到它有一個原因 是這個平台 我很在意一件事情是 我不想要旁邊又有一個小平台啊 或是什麼的 它大概只有這樣子 五公分那個很難用 像我跟狼就會有一些什麼化妝的東西 而且我喜歡抽屜 抽屜超好用 所以這裡面就是我們的化妝品什麼的 真的很讚 對 你用它現在沒有覺得很好用嗎 很好用啊 然後而且鏡子後面也有手腦 再跟大家說 欸 你以為一個浴室很簡單嗎 一個插座什麼放的位置不對 一個吊桿位置放的不對 我跟你講 你用起來就是很痛苦 其實浴室很靈魂你知道嗎 來再繼續跟大家說 其實我們這個有換啦 原本是有一個浴柱 哇那個超煩的 我們在本來換掉 那個超煩的 不會用 會用很好 不會用就不會用 你會用就留著 不會用其實我們覺得它就會 激灰塵什麼的 所以我就把它直接拔掉 然後換這個單純就是 不要在那邊這樣亂說那個洞 接下來介紹了我們的客浴 其實我們客浴 跟主臥室的浴室設計 元素差不多 只是使用情境不同 所以它配置的東西不一樣 那這個客浴其實就是萬歲 會來這邊上廁所 大家看一下它尿布在這裡 其實它尿布我們已經盡快 只要我們一發現 就會把它的尿尿會大便 就是收掉 可是還是會稍微有一些味道 所以說我們有了這個 大家往上看 這個東西叫做 寮國香山 那時候我們其實去那個 木頭工廠的時候 我們就說我要香的木頭 知識錢包 只知道檜木會香 可是它就說 寮國香山很香 它有給我聞一個 sample 超香 小狼每次清掃完這個地方 開那個暖風 熱它之後 整個浴室都是木頭的味道 而且它會一路散到外面去 真的很厲害 好香 對 我們家只有這間客宇跟這間小孩房的門 就是正常的這種推拉 其他我們都是滑門 然後跟大家介紹這個握把 這個握把是我老婆去挑的 真的是非常漂亮的質感 然後大家說什麼東西你都要有一種 想像你摸到它的感覺 你就會有一種抓一顆球的感覺 抓 喜歡抓球 對 對 耶 我真的覺得我們家很適合做MBMB 對 要不是我們這麼忙 Derek的新床 我跟大家說 新床我覺得又比舊床更舒服 我們兩個人真的是 我那個時候坐到新床的時候就覺得 一坐到就覺得不對 這個新床感覺比較好 我們兩個就互看 然後我們想說是你跟我想一樣的嗎 然後他就說你想什麼 他不敢說出口 欸欸欸欸 對對 不要這樣 他竟然亂路 你不可以這樣 這個床是客人的 以後是照顧恭喜的人可以睡的這個床 除非你要照顧工作 好嗎 你看我覺得新床有沒有 漂亮的藍綠色就是好看 而且你看它那個LOGO 你看到嗎 金色的很有質感對不對 這個LOGO真的超級就是奢華感 奢華對奢華 然後現在其實是走一個就是簡單大包 對 好 這間房間 我們那時候說要做娛樂室 我們現在還在往這個目標慢進當中 這間還在改造中暫時不開放 之後再跟大家分享這個 預算有限就預算有限講的 哇 我們終於介紹完我們家了 其實也講蠻久了 一個家的東西真的是非常多的心血在裡面 然後也謝謝每家設計幫我們做了整體的設計 然後關於軟裝的挑選啊 就是我們整個家的風格 一些小飾品的介紹 好我們之後再拍一集給大家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這些東西 但是我覺得今天沒有辦法塞進來 我覺得很可惜 所以我決定了 之後還是要再講一些軟裝的部分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我們家裡 或者是覺得 不要覺得怎麼樣了 就喜歡我們家裡的話 就是這樣我演喔 好啦喜歡的話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下廊下廊說掰掰